這個就不要顯示 所以公司我想應該看得懂 跟客戶編號一樣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不再詳細說明 所以這個部分 編號請各位自行再完成 再來的話呢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 這一個 編號出來 那我要去查到 品名跟單價的話呢 也是在哪裡查 在這邊查 所以方法跟 前一題也是一樣 客戶編號一樣 我要怎麼樣呢 從這個範圍 那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叫做商品好了 比如說這個範圍叫商品 那也是一樣可以用 virus函數的方式呢 把它查出來 那名稱的話呢 這邊叫做商品 那對照 之後的話呢 這邊也是一樣 那我們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怎麼樣呢 在這裡 就是加入一個virus函數 有沒有 virus函數 然後這裡的話 就是 查 查商品 因為商品表 我剛剛用商品表 如果你的名稱叫商品 就用商品 那查第二欄 那這邊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給 False或零 我習慣用零好了 零的話呢 是完全比對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查出這個 按打勾之後 前面有這個地方去 那如果前面有後面要有的話 一樣 要加上什麼 is if is blank 由哪邊判斷 由他判斷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地方選了其中一個 這邊才會出現 那單價也是一樣 那單價實際上呢 是什麼呢 前面這個的 公式複製 把這個2改為3 就會查到 單價的部分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著把這邊完成 那數量我是怎麼做的呢 數量 是利用 這個 這邊也是一樣 資料驗證裡面 我就打一個什麼 1 0.2 0.3 一直到 0.10 那這樣下拉的話 就有了 非常簡單 而且 這個方法 絕對 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發生 不會說你這資料 放到別的工作表 現在這工作表不見 刪除 或者是增加減少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的話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會有下拉式選單出來 OK 那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最後小計的話呢 就是把 單價乘以數量 但是呢 也要怎麼樣呢 去 Check說 這個裡面是不是有東西 OK 總額的話就是把底下這邊 sum全部加裝起來 那這個 這個銷貨單就完成了 我想各位請 自行先設計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很多 我們定位 因為這個裡面的一些細項 主要還是在 前面的課程 所講解 所以我會講的稍微快一點點 那細節部分呢 我也把它錄下 如果你聽不太 清楚的話 回去再反覆聽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會比較希望重點可以擺在後面那個 VBA的那個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VBA的部分 呢 OK 謝謝